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后视镜的外罩 扰流板的进气这块都用的碳纤维材料 包括门板上 好处是说麦可伦把它减重做到极致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可能开这个车要比开其他的超跑更加小心 因为碳纤维是刻坏了以后 这个维修的成本极其的高昂 如果是撞坏了可能没有修复的机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特车身的线条 这个也是非常有设计感 包括几层 而且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空气学动力学设计的非常好 一直能是为到刹车盘来这个降温 那么包括这块也有大量的碳纤维 尾翼 实际上720S Spider比Coupé要好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它比Coupé多了这么一个叫玻璃伏壁这么一个装置 实际上是为了一是给这个敞篷以后的装置做一个修饰连接这个放股机舱 再一个是说它这里是透明的 可以让车内的这个视野能看得更清楚 因为大家知道跑车的这个后方的视野非常窄 通过这个小的车窗看到后面非常局限 那么有了这两个以后能大大的增加这个视野的面积 我觉得这个麦肯伦的尾部是比其他超跑做的更用心 甚至说更有战斗气息的 比如说像600LT它的排气管是在上面这个位置 而720S Spider它也是在板板杠中间的这个传统位在尾灯旁边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状的这个格栅可以看到整个发动机的结构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连这儿都是碳纤维的 然后这个尾翼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尾翼是可生的而且是能通过按键来调节角度 只不过是说原厂的这个尾翼尺寸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需要定制更大的尺寸的尾翼 下压力更强的尾翼是可以原厂定制的 包括排气都可以来通过原厂选装来改进这个排气的声浪 那么下面带大家去车舱里面来看一下 麦可伦这个门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它是一个叫蝴蝶门 它的开手在这个门的这个设计的内侧非常的轻便 而且这个跟传统的剪刀门不一样 剪刀门是直接的一个角度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鞠链这块实际上它是有两项的 是先推出来一点然后再往上去倾斜 这也是麦凯伦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那么可以看到主驾驶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置 大家可以看一个钮是拖车的 因为通过这个键按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拖车 还有两个钮是来开启敞篷的这个闭棚情况下 它是可以有一个58升的这个储藏空间的 发动机舱里面大概有一个100多升的行李箱 对于跑车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了 那它额外还提供能放一个包 包括东西的一些小的这个舱 那么对于跑车的车路来说 实际上使用的空间还是非常重要的 坐到这个座舱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超跑的那个车辆的内饰 非常的简单简洁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大量的碳纤维的这个布局 门板上中控 仪表台 方向盘 包括拨片 全是碳纤的设置 我觉得这让喜欢超跑甚至说喜欢这种手感的人非常开心 每个可处的地方 除了皮就是碳纤维 但唯一有一点不足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从副架打开 这个地方非常容易磨损 我们刚才可以看有一个细节 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划痕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体式的这种碳纤维车身 这个地方非常高起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门两侧的 看上去很杂色的那个黑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碳纤维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 这个碳纤维表面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非常的这个昂贵 而且强度非常的高 跟Coupe版本不一样的是说 它中间少了一个钢梁 但实际上它整体车身的强度并没有降低 那么大家具体再看一下这个内饰部分 一共有目前我们看到有纯黑色内饰 酒红色的内饰 以及这种黑色搭米色的内饰 做工非常的漂亮 然后手感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说这个仪表盘 像法拉利蓝木金尼 它都是还在用传统的这个指针配合眼镜仪表 那麦克伦已经直接用到一个纯液晶仪表 转速表为主 档位油温水温这边的行驶信息 非常的齐全 也非常的战斗 如果你切换到不同的驾驶模式 它的颜色也会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两边还有两个辅助的液晶仪表的显示区 会有一些安全带指示灯什么的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 是可以切换缩起来 绝对是能让你更专心的驾驶 那么它只会显示时速转速以及档位 没有其他多余的这个信息 非常的简洁 那么这块中控这个地方就是一个iPad mini这么大小的一个7寸的屏 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里面 最常用的几个钮 像这个钮是来激活尾翼 在车内调节尾翼的 那么这个钮是这个驾驶模式 舒适运动和赛道三动模式来切换 然后下面需要通过这个来激活两个这个控制按键 下面这个钮是动力的三档调节 同样也是舒适运动和赛道 一般超跑的这个档位都是非常奇怪的 D档N档R档 你挂到D档以后用拨片就起步了 需要说一下麦可伦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齐全的中共名利 有一些特点的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飘移的设置 大家现在看到这是一个英文版本 需要关掉ESC以后 一会儿我们可以在行驶过程中给大家演示一下 具体介绍一下它的功能是说 你可以来调控车身的姿态 来控制你飘移的角度 一共有这么多档位可以选 这是最大角度的飘移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尾 性肠行驶路线和这个的差别角度 这个对于不会飘移的 想短时间之内去熟悉它 来有好的飘移效果的 来说这个非常有用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全碳纤维的这个桶型座椅 这个身材不太好的人完全是坐不进来的 所以你如果要买一辆跑车 需要自己非常好的一个身材 不管男士还是女士 这个座椅非常的轻 然后需要吐槽的一点是说 这个调节这个按键在右手的这个靠近中控台的这个位置 你只能去摸索它某一个件是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敞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两段式的这么一个敞篷结构 它可以在50公里速度以下 在11秒之内完成这个敞篷的开关 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如果需要遇到雨天 那么是非常迅速的一个速度 里头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这个玻璃顶棚 它是可以切换颜色的 这个整个敞篷机构比Coupé版本重了49公斤 麦克伦为了让整车不至于比Coupé版本重太多 在其他部分进行了大量的减重 包括碳纤维的整体座舱 也是用了第二代的设计 比上一代更加的坚固和更加的轻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还有一个小的玻璃窗的设计 我觉得主要有两种功能 一个是说你在硬顶的时候 车速比较高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定的风进到车内 你可以来进行这个控制 还有是说这个车的排气声音没有那么的亢奋 你可以把这个车窗打开 让更多的声浪传进到车厢内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在厂房的状态下 这一块小的玻璃是实际上是可以给你 进行一定的挡风作用 带大家介绍完这个静态零套 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开一下这个车的感受 全新的720S 5P以及Spider 它实际上的定位更 偏向于公路驾驶 所以这个车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好开 就跟之前的上一代的小牛 拉布基尼的车 以及法拉利的车完全不一样的是说 包括麦克伦斯基的前一代的车型来说 就是非常的好开 在不需要你有非常好的驾驶技术的情况下 对你的驾驶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 像一款实际二转的普通车来说 让你轻而易举就可以上手 这个车毕竟它是一款超款 那么先给大家多类几个数据 首先它是一个4.0T的双路 后能增加的这个车型 百公里的提速是2.9秒 只比硬顶板慢了0.1秒 那么到0-200公里的提速是7.9秒 也只比硬顶板慢了0.1秒 那么它的最高急速实际上是可以达到341公里 那么开铺情况下是可以达到325公里 这个数据已经是相当可以了 我觉得到了这个级别 基本不需要担心这个动力不好 或者说这个提速性能不足 那么麦可伦的优质在于它的极致的轻量化 车中只有1325公斤 它不但比主要竞品轻88公斤 但基本都在1400公斤左右 说一比较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最近熟知的MX5 我自己那辆车那么小的一个小跑车 还要也是一个极致轻量化的跑车 还要1100公斤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超跑比它多200公斤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轻量的这么一个车重 那么在操控中会让你得心用手 说完它的优点 那么可能有一些稍微需要读价的一点是说 一个是这个因为极致的轻量化 再加上整车的这个太轻微的设计 走一些满油路 或者说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停车场 一些细碎的沙石崩在这个车身上 细碎这个声音非常然烦躁 还有一个就是它像滑坏板一样非常的好开 但是同样就像刚才说了 这个声浪一点不刺激 不像法拉利·拉布基尼 你着车的那一下 轰的那个风鸣中 就让你血败轰烧的这种感觉 它是完全没有的 那么这个只能通过后期的自己来 改原厂的埃及来实现 然后还有一点是说 可能也算不上槽点吧 就是它这个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虽然混档非常的积极 但是这个4RNT的双轮在下发动机 它的这个涡轮实质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当然了可能对于超宝的车主 并不在意这个 你一脚门下去 稍微会延迟大概一秒钟左右 然后把你弹出去 我觉得这已经不能说拿特别感来 形容这个车的这个加速性能了 你深踩油门 感觉就一股重力 把你直接的摁在这个座椅上 但是这个需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一秒钟的这个 接近一秒钟的这个延迟 其他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一款车 没有什么过多可以吐槽的 X20S Spyder 一共提供了两种新的车身颜色 一个是伯利兹兰 就是我们试驾的这款 还有一个是阿兹特金 这两种颜色是新增加的 然后使它的这个车型颜色 一共可以达到27种 我们现场看到的 总体感觉这个 伯利兹兰的这个颜色更漂亮 全新的这款X20S Spyder 将在三月份率先在英国上市 然后年内在国内上市 它现在目前在英国的售价是 23万7千英镑 那么在国内 我觉得这个价格一定会比 现在的孔佩车型 720S的孔佩车型的要贵一些 应该是在四十八万左右吧 一共有三款配置 具体的要到进到国内以后 具体再看 那么我的建议是说 在日常驾驶 如果你要选择麦凯德 720S这个级别的车型 我觉得是比较完美的是说 一能兼顾日常的驾驶 像刚才说的 它更偏向于城市的公路驾驶 在一个有敞篷和没敞篷 那种差别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这个价格差没有那么大 那么只要买到这个价格 我觉得一定要买成这个 敞篷 敞篷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这个麦凯伦720S Spider的 这个碳纤维式的一体座舱 叫Mono Case 2 S 这个碳纤维座舱 是比650和Coupé车型上面 要先进一代的 那么跟Coupé车型不一样的 大概就是这个部分 A柱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折叠篷的这个部分 它实际上 虽然比厂盘 比硬顶少了一个中间的恒金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这个结构 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强度差异的 尤其这个 它这个我们实际开的时候 它视野是非常好的 因为用了碳纤维全碳纤维的结构 它这个可以不用做的那么粗 那么这个Spider这个车型的这个整体的 这个跑车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那么大家再一看就是 这个全碳纤维的这个车身 一体车身 非常的轻 一只手 这个就可以抬起整车的这个 当然这就是刚才说到 为什么开着车一定要小心 就是最后一旦损坏 是不可逆的 这是整个整个一体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昂贵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它的那个硬顶的盖板也是非常轻的 就两根线就挂在这个木质顶棚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它 比Coupe车型每个地方多的重量 那么它可以列的很清楚 那么包括它比竞品的轻的重量大概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外门板这个也是非常轻的轻质材料 所以它比Coupe车型总共是重了49公斤 但是它依然比同级的竞品要轻了88公斤 就是在这里 比Coupe车型总共同级的轻缩 就是在这里 那么 żadκ grandchildr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